發言會 現在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設政報告 繼續質詢 今天繼續進行個人質詢 經濟組織質詢 現在請嚴委員寬恆質詢 詢打時間15分鐘 主席 各位列席官員 大家好 主席 我想請我們行政院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好 委員長 你好 委員長 我先給你恭喜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由不同任的總統 來任命你當行政院長 2006年你在陳前總統 臨委受命來任命為行政院長 擔任救火員的角色 也是在民進黨當時氣氛低迷的時候 那這相隔13年 那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也是一樣在他這個整個氣氛低迷的時候 情況之下選擇請我們蘇院長出來擔任我們的葛魁 那蘇院長在這13年之間 我足以見得我們民進黨對於蘇院長是非常重視的 那我想 得你真的 感謝政委的爸爸給我很多錢 感謝 謝謝 那我想 我也特別我想啦 我們總統 他會選上蘇院長 除了蘇院長有完整的立點之外 一定是對我們蘇院長 有特別的一個強烈有力的網路行銷能力 所以在我想我們也都看到了 我們蘇院長不只親力親為 自己來當網路直播 也這個要求我們各部會 各個都要來當網紅 就是要做網路直播 所以我想全國的鄉親 期待的是一個做事的內閣 希望我們的隔魁是帶領我們所有的部會官員來做事情 而不是只是來作秀 那另外我想要請教院長 你上任之後剛好就碰到這個非洲豬瘟 所以院長也大力的抨擊對岸中共 說對於這個非洲豬瘟毫無作為 那我想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也發生了這個缺氮危機 我們的市場這個價格混亂 那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院長你曾經說過 這個淹水是天災 那疫苗是人禍 但是我要提醒院長 嚴格來說 淹水也可以說是人禍 除了這個 因為這個氣候變遷 這個急降雨之外 重點就是我們自己的區域排水 也有很大的問題 有沒有雨時俱進 或者是工程方面有沒有弊端 所以說淹水不只是天災也是人禍 那我想我們去年8月23號 嘉義總共淹死了130萬隻雞 但是淡雞的部分就60萬隻 所以當時農委會在去年就已經說過了對不對 說會產生這個缺氮的危機 會有這個缺氮的情況 所以這是可以預見的 相隔半年了 已經半年了 到現在已經半年了 那我們的作為在哪裡 對不對 時間不多我先講 重點就是說你知道了沒有做 知道了沒有做 那現在啟動了南旦北宋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可能已經漲了快差不多10塊牛 全台12家分店算一算每天蛋需求量高達上百顆 就怕蛋價一路漲成本增加到底該怎麼辦 目前最新產地蛋價36.5元 批發價來到45塊錢 農委會決定出手救援 啟動南蛋北宋 預估在本週六從中南部調度200萬顆雞蛋 讓價格回穩 在翻越中旬之後 工藝的缺口 大概就會很平穩了 但雞蛋為什麼會漲價 分析就是因為去年823水災 淹死60萬隻蛋雞 加上天氣不穩定 尤其北部需求量大 一度買不到蛋 得依賴進口 進口一部分的雞蛋 從美國日本 大約在460萬顆 好 我們看到了 2月份才啟動這樣的機制 去年8月份發生了事情 那從南部調上來的蛋200萬顆 再從國外準備進口460萬顆 但我們每天需要的蛋量到底是多少 這樣子有沒有辦法來讓市場價格可以穩定 能不能夠憑這一次的事情可不可以 到底你們能不能夠處理好 那我先講 這麼長的時間這三年多來 我們農委會從禽流桿 包括現在的缺氮危機 洋蔥香蕉 還有高麗菜 荔枝春巷 沒有一件做好的 沒有一件做好的 除了打嘴炮 各部會都一樣 那一事無辭 所以我想院長你大聲疾呼說 你要求大家都要接地氣 我相信你是一個最接地氣的院長 你除了兩任的行政院長之外 你中間這13年 你也是一位 這個跟老百姓一樣過著庶民生活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了解 我們現主席 首有臺灣社會 北市首對著的問題 但是我想 現在是萬物起漲 這個大家的感受 缺氮危機 包括我剛剛講的香蕉高麗菜 這些問題 那萬物起漲的情況之下 到底院長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現在有什麼東西是沒有起床 什麼東西是落床 院長你可不可以 來先簡單說一下 很謝謝委員指教 那有關這一次的蛋 但缺乏確實 蛋機因水災 損失確實原因之一 那現在今年一月 我們就增加了175萬隻新的蛋機 那這個比過去 要等多久 你今年才新增加 還假不是歲月能生兩 上個月一月 這個月就開始生 你說 那你一月增加嘛 12月一月都有千塊百幾萬隻的 要四個月要五個月 都在這個月就開始陸續回穩 我們的預測 可能就是到三個月 生產量會可能會比需求還多 我們現在也在準備 反而要開始怎麼出口 所以雞蛋的部分 農委會一定保證給大家買到機能 這絕對沒有問題 現在不是買不到 現在是價格的問題 對不對 第一時間是買不到蛋 第二時間是價格高昂 委員 好不好 價格你也知道 雞蛋 現在雞蛋 所以價格就回穩 主委 我時間流汗 好不好 你如果要告訴我 拜託利用書面的效果 好